过年前夕加加呼呼大扫除 而为了因应防疫需求 中华紫江花联厂和花联市公所合作 2月8号起一年两天 在花联市的进风生活园区 免费提供民众环境消毒用的次氯栓纳水 希望大家在过年前夕 也要把防疫做到超前部署 为了加强防疫 中华紫江花联厂特别和花联市公所合作 从2月8号起一年两天 在花联市进风生活园区 无限免费提供次氯栓纳水 给乡亲做居家环境消毒使用 个人卫生做好 家庭卫生做好 出去也比较安全 回来的人也比较安全 因为现在趁过年 都把那个家里都已经打扫干净的时候 来使用到处喷一喷是最好的 在过几年就是我们春节的一个年假 那我们花联应该也会有很多 返乡度假的一个乡亲回来 而且我们花联也是 村友的民众一个首选的城市之一 所以我们也希望来跟花联市公所来合作 那由花联市的乡亲也可以来取用 我们这位赤露酸辣水 花联市长薇嘉贤特别感谢企业的回馈 也颁增了感谢状 并且提醒市民朋友 在年节期间除了要加强个人卫生自主管理外 也要把居家环境打扫消毒干净 那我们更希望说在民众取得我们消毒药水之后 都能够做好居家的一个消毒 我们知道最近疫情有升温的一个状况 那也希望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环境的消毒 更可以达成防疫的一个目的 那在过年期间有很多的观光客 还有返乡的油脂回到花莲来到花莲 那我们期盼经过消毒之后的环境 是可以迎接更多来自市面八方的朋友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高防疫的警觉 那特别谢谢中华紫江厂 在过去在SARS期间 在每一个需要消毒的期间 他们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消毒水 那期盼未来我们社会 还有我们防疫的部分 都能够做到非常到位 那不要让疫情有加温的情况 有需要的民众在2月8号 或2月9号的下午2点到5点 只要自备不透光的容器 就能前往花莲市进风生活园区 无限量的免费索取次氯酸钠水 更也请民众要多加留意 这个消毒水只能做环境消毒 并不能使用在人体身上 也要避免家人误食或错误使用 以免造成危险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